《文化装製作曲》 《文化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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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好我們今天來參與這裡 我們必須延伸來批判台北市政府 它並沒有想要做一個更好的台北市 他只想做一個剛剛好滿足開發的市政府 明明可以拿90分的 我們現在可能只能拿到30分或者40分 為什麼 就是剛剛我們前面幾位專業先進組的替代方案 我們只有一種選擇 我們沒有別種選擇 如果落到這種局面就是零和 就是雙數的局面 我們不太可能真的追求我們大家的共識往前前進 現在的這個提案沒有回應都市文理的不同需求 從歷史 從文化 從生態等等的毅力 無法回應這個現實的文理 所以這個都市計劃在四年前做的時候就會保受正義 所以我們這些空間專業者不斷地提出替代方案的意思 也就是在幫忙市政府在這個開發的過程裡面 能夠爭取雙贏多贏的機會 我們剛剛在想想這些容積跟界地的調整 如何能夠讓新的建戶有機會能夠興建 那麼這些部分都是在當年我們跟非常多國內的重要的 包含成大都市計劃及台大建築同樣研究所 中原景觀建築系 乃至於國內新加坡大學 非常多的老師跟學生共同一定的 那麼這個部分也是在當時在討論關於一些容積調整 如果有一些比較現在在建築安全上有疑慮的 我們就讓它的容積在區內進行一些調配 那重要的是在都市計劃的道路上 我們也認為其實政治道具它基本的文理 如果能夠在防災的貢獻上符合這些標準 其實就有辦法能夠調整這些景觀的道路 這些內容非常的多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們也特別提出來 如果它跟旁邊的土地 也就是說可能部分會有區增 或者是一般徵收的土地 進行一些整合的話 包含某種平價住宅或社會住宅 它用一種類似養生村的概念 其實可以跟聚落合併 成為一個比較大的所謂的小區範圍 那麼這些部分我們都同時把產業考量進去 所以這裡面從剛剛講聚落保存 互補安置 乃至於我們希望談到的產業的轉型 乃至於提升環境品質的改善 我最後提一點 市政府一直很自豪 它要一個中央公園 所謂的單央公園 還要更大的中央公園 可是它從來沒有跟居民討論過 居民需不需要一個中央公園 到底他們要很多優質的臨體公園 散落在聚落之間 還是一個主要大的中央公園 讓旁邊充滿了各種各樣的 所謂的高層豪宅的房地產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本來在計畫上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選項 那我們很希望市政府能夠重視 在現在人口的一個計畫人口的改變 那善用目前平均力權基金 能夠進行一些公共設施跟基礎設施的改善和調整 我們相關關心的專業團體 專家學者們 我們也鄭重的是呼籲 柯市長今天必須要站出來面對 請您在9月底之前 親自與社製島自救會展開對話 也與相關的專業關心的公民團體展開對話 討論替代方案 不然的話 社製島開發的爭議會持續的爭溫 不但自救會可能會採取更進一步的抗爭 地方也造成嚴重的對立 我想我們專業界也會持續的去不斷的監督 持續的把這個議題不斷繼續的在談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不可能 我們不會放過柯市長 所以我們希望柯爾哲9月底之前 這是最後通點 9月底之前拿出一個辦法來跟大家做下來 親自出來溝通 主要文化 1月1日 1月2日 1月3日 4日 感谢观看